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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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姐們大家平安 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在這邊分享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掙扎跟教育 我們要來看一個生命得到改變的故事 我們要來看一個生命得到改變的經驗 我們知道 雅各的故事 他一生都活得非常的精采 他曾經用一碗紅豆湯 就得找了長子的名分 然後呢 他又去想要得找爸爸的主 他怎麼樣 他去穿這個毛毛的衣服 然後呢 就去得找他爸爸的祝福 之後呢 他得到祝福了 他要面對什麼事情 他搶了別人的東西 哥哥就要追殺他 那他就面臨到哥哥的追殺 他就跑跑跑跑跑到他的舅舅那邊 拉伯那邊 到了拉伯那邊有好嗎 看起來好像也不怎麼好 他被他的舅舅欺負了四年 那他在那邊娶了兩個 四個太太 娶了四個太太 之後 然後上帝告訴他 你來舅舅這邊已經夠久了 所以呢 要再回到故鄉 上帝告訴他說 你要再回到故鄉 哇 這下慘了 他好不容易從他哥哥的手上跑出來 這下又怎麼樣 要回到故鄉了 我的天啊 如果你是養個你會覺得怎麼樣 覺得 哇 我又要回到故鄉了 這下 我的哥哥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怎麼樣 好 今天我們要看的故事是 他回到故鄉的這一段期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養個在一個晚上改變了他的人生 你可以在一個晚上改變你的人生嗎 可以 當你遇見神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 我們來看養個到底是怎麼改變他的人生 什麼事情 讓他徹底改變 改變到他的腹部 一個大佛的祝福 一個大佛的祝福 好 如果呢 你問我發生什麼原因 我們一起來看 在經文裡面呢 一開始提到 只剩下雅各一個人 有一個人來跟他摔跤 只剩下雅各一個人 有一個天使來跟他摔跤 好 當雅各尋求神的念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祷告的時候 你想發生什麼事情 最好是神聽我們祷告 回應我們的祷告 但是雅各在祷告的時候 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遇到一件更古的事情 神來跟他摔跤 為什麼神要跟他摔跤 為的是要祈禱他的信心 讓他的信心有所成長 你在祷告的時候 你想要神來挑戰你嗎 你不想 但是神說 我改變每一個人的方式 都不一樣 在雅各的身上 神大大的挑戰他 神大大的挑戰他 神跟他摔跤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在祷告的時候 我們在祷告的時候 也會有這樣的增長 這樣的增長可能 你會想說 為什麼我都已經跟神求了 可是 神卻讓我遇到更大的困難 甚至大道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承受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說 他要在這集中 試驗你 讓你有信心 讓你成長 他要在這集中 試驗你 雅各在這裡面 有一個很奇妙的祝福是 他雖然遇到這麼多的苦苦 但是他認識神 在跟神摔跤的過程中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他是多麼的辛苦 你被一個人打架 你會承受痛 你會受傷 你會覺得 天啊怎麼會這樣 但是 他得到了一個最大的祝福是 他認識神了 他要認識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要去想像當時一樣 各的心情怎麼樣 在那一天的晚上 在那一天的晚上 他先把他的太太送過去對岸 他先把他的小孩子送過去對岸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要他自己一個人 留在那邊安心自己 你猜到在安心自己的時候 他想起了什麼事 從前我背叛了我的哥哥 從前我用一碗紅豆湯 騙取了他長子的名分 從前他追殺我 我的爸爸不知道會不會想說 我怎麼這麼壞 騙長子的名分 你猜在他的心裡面 他有多大的壓力 多大的增長 他多怕他哥哥等一下就追殺來了 他還有這麼多妻子 他還有這麼多孩子 他還有這麼多的他的財產 他的哥哥如果全部搶走怎麼辦 你一定跟兩個有同樣的經驗 這種經驗是 告訴誰都沒用 雅各他告訴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可以體驗他嗎 不行 他把他的老婆 所以他老婆就離開 把他把他送去對岸 他有告訴他的小孩嗎 Baby有 但是他的小孩 奇怪他的心情嗎 可能不行 所以在八一的夜晚裡面 雅各他面臨到很多的增長 他必須要自己一個人 面對到這麼大的壓力 這麼大的壓力 你也一定體驗過 在夜晚 你真的沒有辦法了 你只能自己偷偷流眼淚 在那邊祷告 現在的經驗姐妹 你能體驗雅各的心情 雅各在八一晚 他承受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 在他最緊張的時候 神來跟他摔角 神來跟他摔角 其實神帶領每一個人的方式 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你可以去想像 神用祝福帶領一個人 但是神也用挑戰帶領雅各 神在他最痛苦的時候 來跟他摔角 在他年輕的時候 雅各有好過嗎 也沒有 神給他一路的挑戰 再來 當他眼睛要扁倒的時候 他要回家鄉的時候 他有好過嗎 也沒有 他知道他要回家鄉 他的哥哥要來追殺他 有幾百個人 有四百個人 雅各面臨到最大的挑戰的時候 神來跟他摔角 用一個很不一樣的方式挑戰他 但是 在這次中 雅各得到了一件最大的祝福是什麼 他終於看到神了 他終於經歷神了 他終於認識神 經歷神 經歷神 經歷神怎麼說 在二十六節的時候 他說 黎明的人容我去吧 雅各說 你不給我祝福 我就不讓你走 現在的理想怎樣 雅各的眼睛 微明亮 他看到跟他摔角的那個人 不是要來傷害他 而是要在他面臨到這麼多的苦難的時候 給他祝福 你在面臨苦難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啊 這一切都是真的我不能承受的 但是你有沒有在這個苦難裡面 看見神要給我的祝福是什麼 神或許就在你面臨的那個苦難當中 只是你有發現嗎 我們可能要再細心一點 去發現神就在這當中 神就在與雅各摔角的那當中 雅各發現那個人不一樣 所以他要這個柱 他要那個柱 我們知道我們在面臨挑戰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會受傷 你在承受壓力的時候 你在上班的時候 你在面臨挑戰的時候 你有可能被壓葬 你有可能被別人的眼裡受傷 但是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看見神要在這裡面給你學習的是什麼 雅各看見了 雅各的雅各再也不能走路了 但是雅各看見 他要從這裡面領受神的祝福 他要從這裡面領受神的祝福 現在的弟兄姐妹 這樣的經驗一定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這樣的經驗有可能發生在受洗前 也有可能發生在受洗後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都會面臨到正常的時刻 你要記得在這裡面領抓神的祝福 給他抓住不要讓他走 給他抓住不要讓他走 我們知道雅各他遇到神的那一天 他雖然很累很痛苦 他內心壓力很大 可是他一定經歷了無比的平安 他一定激勵了無比的平安 再來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為什麼 上帝要讓雅各再也不能走路了 這是不是一件非常挑戰的事情 如果有一件事 那你不能走路了 你會想到什麼 你一定會埋怨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神給雅各不能走路了 是另外一個提醒 是另外一個提醒 在平五一六這個地方 不是雅各去跟上帝甩腳 是上帝自己來跟雅各甩腳 然後上帝在雅各的大腿波給他 摸了一把之後 他就不能走 就瘸腿了就有點掰他 那為什麼 到底要給他學習什麼 我們應該都有看過摔腳對不對 我們應該都有看過摔腳 摔腳就是兩個人在那邊摔腳 那他有一個範圍 其實摔腳這一個運動在古希臘的 第八四季的古希臘的奧利比克 運動會有病 他就已經是一個進性的項目 那他是一個範圍 如果你們有看過摔腳 他就必須要把 不是把同伴 他就必須把同伴壓倒 他必須把同伴壓倒 為的是把他壓制 不要再讓他動 他必須把他壓制幾秒鐘之後 他就贏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跟雅各摔腳的時候 他要提醒雅各的事情是什麼 你不要再掙扎了 你不要再掙扎了 上帝要跟雅各說你不要再動了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處理事情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處理事情 但是上帝要讓雅各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他把雅各的大腿筋摸了一下 大腿筋是我們全身最重要的地方 他是我們出力出力點的地方 他是我們出力點的地方 他是拖住我們全身的重量 他可以讓我們全身都有力量 他可以讓我們全身都有力量 今天神要給雅各一個很大的提醒是 你不要再靠你那個力量 在你的生命中一定也有一點 就如同雅各的大腿筋摸 他的大腿窩是他出力的地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一定也有一點是我們的大腿窩 大一點是什麼 如果你很在意清血的話 你整天都被清醒控制 出去我要花15塊 然後呢今天我被警察開了兩千塊的罰單 所以回去就很生氣自己 今天如果你是非常在乎人際關係的人 你寧願放清清白的時間 去怎麼樣跟朋友約會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很愛美的人 你想要有理工有志的身材 那理工其實你的身體是神的電的時候 你會節食你會吃減肥藥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中一定有一點 是如同雅各一樣 雅各那時候跟天使摔跤的時候 他只想到怎麼樣 我只想要贏過他 他跟天使摔跤的時候 他只有一種方式 我只要贏過他 但他在出力的時候 他的大腿筋一定是很用力的 所以天使看中了他那一點 天使把他那一點怎麼樣 破壞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說你有看見你那一點嗎 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最在意的時候 有可能你最在意你的親人 有可能你最怕你失去你旁邊的親人 但是你有想過 如果神有一天把這些事情破壞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神把你最在意的那一點 有可能是你的名 有可能是你的名 有可能是你的義 有可能是你的權利 當神把你那一點 全部都拿走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神把牙克的大腿 我摸了一下的時候 他再也不能走路了 要給他一個最大的提醒是 你不要再依靠你自己了 你不要再依靠你自己了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我們自己不行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這種經驗是 我們已經累到一個程度了 承受壓抑到某一個程度 是我們覺得我們真的 再也不行的時候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 我知道你會流淚搞到 你會大哭 但是神說 那時候你會看見你自己不行 但是神會大大的加添 恩典跟力量在你的身上 神會大大的加添 恩典跟力量在你的身上 當亞特學了 當他走路沒有很順利的時候 他知道 他每走一步路 他都知道他自己不行 他每走一步路 他都知道需要有人在旁邊照顧他 最好是有人可以跟他牽著 這就跟我們每一次出去的時候 你有用迷路過 迷路過的時候你怎麼辦 很慌怎麼辦 時間又要到了 那你會怎麼樣 去問人家 我想要去哪裡 我要怎麼走 當你去問他的時候 他告訴你怎麼走的時候 你很快就能找到你的真的方向 你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固定地 同樣的 今天當你知道你不行的時候 當你迷路的時候 神說 你要來到我面前 我們都想要靠著自己的力量 為什麼我們會迷路 很多時候是我們覺得 啊這條路可能可以到那邊 我如果走這條路應該會比較快 神說 你有時候 這樣做是錯誤 因為反而你會繞了一拉去 我明明就直直走 曾經我帶了青年去 在上面去看看靈會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從這邊一定能到一定的地方 那我們就照這樣走了 親我呢 我也知道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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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你愿意去问吗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看Google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我们要怎么走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刮 刮三张一个小时 然后再刮一个小时下来 今天神说你要依靠祂 你要依靠祂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很软弱的时候 我要恭喜你 因为你跟神又接近一步了 你跟神又接近一步了 或许你在那个当中 你会觉得我很痛苦 但是不要难过 因为我们在那边 我们要遇见神 我们要遇见神 好 再来我们继续看 经文的二十八节 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 你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神 神给他改名字 神给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 你们知道以色列的名字是什么吗 与神一起关 与神一起同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 雅各 天使怎么告诉雅各 你不管跟人 跟神 教命的时候 你都得了神 今天如果你不管在职场 或者是在信仰里面 你都得了神 你会厉害 感谢主你真的不错 代表你很有能力 你很聪明 但是神说一件事情在后面 你的名字要成为以色列 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提醒是什么 亲爱的 不管你再怎么厉害 你都要跟神一去同心 不管你怎么厉害 你再怎么想 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很强 有可能你在公司很成功 有可能你的事业很成功 有可能你在科业上很聪明 但是神说不要骄傲 因为我要跟你一起承受这个荣耀 我要跟你一起管理你的生命 神说你要记得 我要跟你一起 现在的弟兄姐妹 在这一个晚上 雅各改变了他的人生 如果你去想 雅各以前的人生是怎么样 他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人 他很聪明 他知道用一碗红豆汤 他哥哥回来的时候 正恶的时候 他就聪明的用一碗红豆汤 骗了张子的名分 他也很聪明 很狡猾 他怎么样得着了他爸爸的助力 他以前要的是什么 我要这个名分 我要这个助力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也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我最好是能当道长官 我最好可以怎么样 但是你有看见雅各的改变吗 雅各在那一晚 改变了他整个人生 雅各他以前的生活 是他一定要这样 他靠他的方式 他自己去想 雅各真的很聪明 但是在那一个晚上 他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改变了他的人生 今天 在那一个晚上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他的灵命得到成长 他的灵命得到成长 雅各他改变了他的肩大 雅各改变了他 这么有计划的鲜爱人家 为的是他经历的神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 他做了祷告 他做了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去想像 雅各的改变 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在雅各他要死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他给他的孩子助导的时候 他说 这是他一生勿养他 直到今日的神 这是一生勿养他 直到今日的神 以前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觉得他什么都可以 但是就在那一晚 一直到他后面 结束他年日的日子 他说 这是一生勿养他的神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雅各以前真的用尽他所有的方式 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在私底下也通通作业 他虽然认诚祷告 但是 他私底下 弄了一大堆礼物 送给他的哥哥 希望他的哥哥 看到那些礼物就不要生气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我们要看见 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 你要知道 紧紧抓住神 你要知道 你要紧紧抓住神 不管是在什么时刻 你都要紧紧抓住神 因为你会发现 神给你的爱 大过于任何的东西 神给你的爱 大过于任何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来唱一首回应诗 是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这个歌词呢 他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 能使我们以神的爱格局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一定会遇到 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 把我跟神格局 因为你会想 为什么神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透过雅各的经典 你知道 神要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都不一样 神要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都不一样 你要知道 一生 我帮你遇到什么事情 神都陪伴 神都陪伴你 因为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孤苦走坏 能使我们余生的爱格局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祝福与你遇到神 这世界 这世界 有的前提 无边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逼迫不斑难 能使我们一生与爱格局 你是我 愿意同回身体的女 你生命的爱格局 在世上 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你 活骨折瓣 但是我们的 神与爱得绝 在世上 这世界 有个前面不变道义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你 活骨折瓣 但是我们的 神与爱得绝 你是我 唯一同为 圣地的女 你 神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你 活骨折瓣 那是我们的 神与爱得绝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中 我相信 我们一定有经过 很大的风雨 很大的挑战 但是你去回想一下 是谁带你走过那个风 在你的生命中 神猜派了 属多的小天使 在你身边陪伴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当我们在固舞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 放大所有的困难 缩小所有的困难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看到困难 但是我们没看见困难 但是请一两个人 请点告诉我们 你应该开启你的眼睛 看见神的困难在你身上 神的困难在你身上 我们一起祈礼我们一起唱这首课 不要忘记 当你的生命 你旁边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他 耶稣爱你 耶稣佩伴你 所以 当你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神对你的爱非常的大 神对你的爱非常的大 因为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难 能抹使我们本身的爱得住 当天有个前天不变到底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难 迷过困难 可是我们一生与爱可绝 你希望 每一同为神的阿谀 你希望 耶稣爱你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难 那就是耶稣爱你 这世界有个前天不变的道理 这世界有个前天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 借助我们 为気地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 但是我们一生与上面 自己爱得住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难 我们一生与罢单 你希望 您想要 尊敌其?" 那就是耶稣位 在世上 没有任何的困难 我们一生与罢难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病例或患难 那是我们与神的爱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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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祷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透过阳哥的经验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倚靠自己 而是更神的依靠 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 让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而不是定睛在这世界上 这属灵的属物质的需求上 主耶稣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 因为你不只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也是雅各的上帝 你不因雅各为羞耻 不因雅各的坏而放弃他 你反而在他身上施展了许多的恩典 我们深知在这一生 我们要经历这样奇妙的待遇 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路途中 有可能会灭你困难 但是当我们走过无路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必重新得利 主耶稣我们要再次 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 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 我们想祷告我们公平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阿们 请坐